各位晚安,你們看到的市場,香港時間大概7點3左右 我先報告昨天黃標的問題解決了 以我所知,應該是YouTube後面寫程式的人 有人在台鐵意外下的鍵詞 令很多人無辜被黃標 在自動的階段 之後,我經過昨晚,我深夜時間跟他們爭論 也不止我,我猜是幾個不同的機構都有這個問題 最主要是台灣受害的最多 我覺得一件事就是,中國的計劃在這方面 就是YouTube的,如果再搞這些小動作 我覺得其實大家沒有什麼耐性 再去對這些小動作的人士作出這個 慢慢跟你解釋 我們就要… 你好像昨晚的情況是驚動加州總公司 那接著Google搞定了 就有人…我一向… 我都… 每次我有些五毛上來搞事 我就巡禮五毛死全家 然後我便說了條件出走 但是,這次很奇怪 就是有人舉報之後,我就收到一個警告 然後我便發現,在Facebook上 超過200個叫Jackie Ho 沒有頭像的戶口 還有大概30個來自廣州的 叫Jackie Ho的戶口 所以我的決定就是 將230個戶口全部禁止 這個是計幾年前 Cross Yearn的玩法之後又來一次 我覺得中國這群人非常過分 所以我說明一件事 就是所有沒有頭像的戶口 我由現在開始,我就全部掃清過 我見一個你什麼Lighter 那些我都掃清過 我說知道你什麼 我亦都呼籲一件事 就是YouTube 一句五毛死全家都說 這個是Bullying 那我想問劉政整個牙石王戶口 是不是Bullying 我就叫大家就沒事的 你見到劉政那些 那些Page他變附我 那些User全部舉報他的留言 我看 我現在就看一件事 我現在就看Facebook 香港是不是用一致的標準來執法 你玩到我頭上 我就好一點 我就收安影而已 心比就慘了 心比就被人 就是Bullying幾天 我就想知道 你容樂旗 陳志豪都玩得這麼開心 如果當然有人知道 Facebook香港哪些員工做這些事情 你就告訴我 好了 我講完一堆 因為這些事情 其實不應該 我覺得很浪費我的時間 但我也要講 讓大家知道 社交媒體 是很糟糕的 有些人 不管華人 就是這樣 不管就會出現這個狀況 其實現在 已經是軍事緊張階段 4月4日 馬斯廷號 之前我都說過馬斯廷號 馬斯廷號在長江口掃 長江口一定掃電子參數 很大機會 不然無論如何來長江口 現在再來一劑 我覺得表面很好笑 實際上一點都沒有笑 因為很容易擦槍就火 就是馬斯廷號 在這個 發佈一張照片 他是近距離 在目視距離 OK 就是馬斯廷號 那個指導 看著 觀察著 遼寧號的狀況 這個 我由軍事上 當然中國 就被人恥笑 就很正常 因為航空母艦 是不應該 讓對方的艦艦更近 是一般都不容許 當然有些人說 美國的航空母艦艦 進入香港都被解放軍數參數 是 問題就是如果你在海上 就不應該被人這麼強 因為你在海上有一個 護航艦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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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艦 在那裡發射 它是一個流動導彈基地台 海上的基地台 大型的 因為你知道如果你純粹靠潛艇 就沒辦法進行一些多量的發射 就像以前海灣戰爭那樣 是否要射一堆戰斧巡航導彈 就沒可能的 始終潛艇的載彈力有限 潛艇反而是一些重要的 它飛數不多 一飛如果真的中就中 是核彈來的 carry是核彈頭的 英國用這個方法 潛艇不多 但是它一飛中就中 如果中了什麼大家知道什麼事 那個城市是被合併的 沒有東西的 但是如果是 在美國的情況 就是它是 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其實就是這裡 為何它有陸戰用途 很多人不明白 為何航空母艦可以陸戰 有意思 為何美國一定部署航空母艦 在重要地方 因為在陸上打塵 現在一刻 除了它 派遣飛機 用飛機的支援 空母艦支援 即時控制那個地區的制空權 另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它同時會發射海機的導彈 大量的 那個量是夠大的 不是一般的 導彈 它是那些戰斧級別的導彈 然後 直追 陸上的重要目標進行打擊 它的原理是這樣的 大致上 所以 你由這個 所以 Aircraft Carrier 是不可以被其他 的 航空母艦接近 是這個原因 你現在可以這麼近距離 你用了目視距離 目視距離就很遠 很近的 你用一個可以肉眼看到的距離 清楚看到的距離 你給地方的導彈驅逐人接近 我告訴你 如果戰爭狀態 死了 真的死了 怎麼會不死 我 驅逐人射了一支水 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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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射一支魚蕊 在下面 很近的 有爆炸距離就完結 他就完結 我都未 即是說導彈驅逐人沒有飛機 是他沒有飛機 問題就是第一他可以射導彈 用導彈來撞下你 第一 第二 我可以射魚蕊 我用魚蕊都可以射導彈來 所以這一次中國被人嘲笑就是這件事 究竟你的航空母艦戰鬥群是否成熟 他 即是你出去航行不重要 你要訓練甚麼都不要緊 你一定是有一個整隊東西一定要齊 即是你由這個 中國聲稱有高速普及艦 我現在就很懷疑他那隻是甚麼高速普及艦 所謂高速普及艦其實美國有這個體制 即是我們叫做供應級 的那個 高速 供應岩 他可以 將不同的物資包括水、油、食物、醫藥 很快地去 追到航空母艦速度 很快將物資由不同的艦隻 互相交換 這個補給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 現代航空母艦的戰鬥群 長期在海上作戰 必須的 因為你知道你不可能 在戰爭期間你就不會隨便拍案 要航空母艦為甚麼 航空母艦為甚麼要核動 核動就是因為我不需要添加燃料 我每一次添加燃料 我是回船航 一添加甚至 有些航空母艦是永世都不需要添加燃料的 這個當然很視乎 核反應堆的 Efficiency 以及核反應堆 燃料的設計是怎樣 一般都是壓水式的 反而 反而是壓水式的 這個當然有安全效的 一般是壓水式反應堆的 但是那些反應堆的設計 絕對是國家機密 沒有人知道 不會有人知道 當然 因為核動的潛艇和核動力 航空母艦的反應堆的設計 一向都是一個最核心核心的秘密 為甚麼法國是 領先世界 法國是少數有核動力航空母艦的國家 他是核子大國 他是核電佛大國 核電大國 很少東西 英國為甚麼核動力航空母艦 因為他要買別人的核反應堆 那件事是很貴的 你自己開發應該是開發不了 英國自己的核電廠都還沒搞定 法國不是因為法國 他自己搞定 絕對可以 法國沒問題 法國做開的 所以你由這個重點 你由這裡 你可以看到 中國的核電廠都還給人次數 但有一件事 就是如果兩軍 這樣這麼接近 這麼多次這麼接近 你證明是中國 美國一直抓著核電廠 你趁我 這當然反映是馬斯廷 但其他方面就是 這些很容易擦槍走火 因為 現在還沒到一個宣戰階段 但是問題就是 隨著中國的民族主義急升 你想一下如果馬斯廷豪 可能我覺得姚瑩雄沒事 因為突然姚瑩雄襲擊馬斯廷豪 這樣就開片 這樣就開得了 你可以無預警開 開片那件事是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如果之前江澤民 我就不相信會隨便開片 胡錦濤也不會 他們會盡量計點條數 他們都是像赫爾孝孝那種人 計點條數 總之就是經濟上沒有利益 不會 可以跟美國退讓 退讓到多少就有多少 總之就是 文文審花搭財 文文審花搭財後面的意思就是 避免衝突 問題就是 習近平不會避免衝突 習近平可能覺得 如果20大之前 可能譬如我遙應號 實驚無神對壞了馬斯廷號 對中國來說,中國人會覺得很興奮 這就是災難的開始 所以我覺得馬斯廷號有些用 這麼接近對方的航空母艦 當然以船上的母艦來說,我覺得雙方 除了馬斯廷號沒有飛機 說給人聽 因為馬斯廷號,雖然是導彈驅逐艦 導彈驅逐艦,我正常想 航速有優勢 如果真氣打的時候還不知道,勝負不知道 我也要做一次,我還未做兵器推演 我要拿兩隻參數做兵器推演,推一次就知道 無疑就飛去奔海打一船 廖映號有什麼作戰陣列 馬斯廷號和他隔壁有什麼作戰陣列 但他知道原來是這樣 然後純粹武器這樣打一船就知道 其實沒有什麼複雜事 打一船,打一船就可以猜 我可以猜到,可能有幾種打法,可能贏面有多少 你當然這個就是很時空耗的玩法 這個我猜真的遲下有空才這樣做 無疑在飛的崩海,兩軍出現 然後廖映號的參數有幾隻艦載的戰機 戰機會有什麼導彈,馬斯廷號上面有什麼 然後大概有一個戰果 有可能怎樣打,怎樣打馬斯廷 有這樣打馬斯廷可能贏 一般會做這些兵器推演 這就是兵器推演 引起推演就是很多技術的參數 所以你再做決定的時候 你做什麼決定你會贏 這個決定是否能夠執行 這些事情是 如果你做一個軍事分析 做了一個推演才去分析 我覺得會比較好 不過因為這些新聞通常很快 沒有得讓你慢慢推 沒有得讓你慢慢推 但如果AI推就可能引起這個世界 所以為什麼AI這麼重要 AI可以做這些推演 可以做這些預算也可以 即是下棋一樣 下棋也是用AI 阿法高也是這樣玩 但你看到如果可以這樣 很容易在中國做一些澳網決定 很容易插槍就火 這個機會不小 因為這是習近平 習近平沒有這個醫生 所以你問我這件事是否一個好消息 這件事不是一個絕對的好消息 它是可以恥笑到聯繫領號的不濟 整個作戰群 但是你不知道習近平 會不會就是 他覺得你美軍都這麼勇敢報 為什麼我就來 即是激沉幾碗的私情 激沉隨便一個 這些神盾岩 激沉之後 可能中國全民歡呼 但是之後就說話 就真的隨時大戰開始 可能大戰就是由這些 如此儀器的事情開始 有什麼出奇呢 因為你不知道 習近平是否真的認識軍事 真的認識軍事的人 不會讓這件事發生 我不會讓馬斯庭號 接近掃我的參選 一來就是 不會給一個機會 去很容易進行一些 會引發作戰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你問任何軍人 最重要的是 如果可以不作戰 就不會作戰 軍人的本質不是鷹派 是鴿派 是錯的 現代軍人的本質 一般都是鴿派 本來不會鷹派 很少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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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鷹派 鷹派多數是問人 為什麼會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通常軍人會先 傾向透過談判政治手段去打 因為大家知道 你一打死傷多少 大家知道 現代戰爭和以前的戰爭 以前的戰爭 你未必死很多人 OK 但是自從一次大戰 一次大戰是一個教訓 一次大戰就是 大家以為沒有打幾個月 誰知道一打就打幾個月 然後 然後 法比邊境變成狡毒機 不斷死人 死人 死人 無數 一次大戰的戰 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打幾年都不知道要為甚麼 都不知道 結果 只有以致帝國瓦解 就是這個原因 然後 到二次大戰 二次大戰 最後解決二次大戰 是原子彈 一出原子彈 大家知道 原子彈一來 核子冬天 攬炒甚麼 所以才有冷戰 冷戰是人類史最長的靜坐戰 就是這個原因 另外 大家對戰爭很謹慎 現在軍人對戰爭非常謹慎 寧願去撥施窩、玩家 這些事情 都是這個原因 因為 越戰就不用說 越戰是一個悲劇 問題就是 現在中國這班人 是引戰的 引到這樣的地步的時候 我覺得 如果我是全世界 我一定要為 一些很可能 無預警 發生武裝衝突的情況 作出預備 因為他們的無理性 解放軍 你不知道 將軍人在中間做錯甚麼 因為這班的將軍人真的很可怕 你想想 可以這麼近 被馬斯廷到接近 carrier 這班人會不會打仗 你真是 你不知道 你面對不會打仗的人 才會麻煩 你會打仗的人 第一 你不會出現這個 就算意外出現了 也要避免下次再發生 因為大家知道 玩不起 這是不是遊戲 問題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姚營號的男子 是不是貿易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 喂 如果他是貿易的 那是混蛋 你不可以全家 不行的 所以說 姚營號 馬斯廷號 合部相逢這件事 如果給我看 遠東一定是火力虎 如果你作為一個 你要安全走爛的情況 我覺得你真是軟的軟痛 所以 為什麼我經常都說 不要移民台灣 因為你台灣 除非你本身受過軍事奉獻 譬如你曾經服服過新加坡兵役 那你跟台灣政府說 我想加入國軍之役 我覺得可能國民會考 因為台灣 新加坡武裝部隊的兵役 那個奉獻 是跟台灣 是 因為升降計劃 是大家相通的 很多事情 我不需要特別 你幾分鐘 你可能升降計劃 奉獻過來的成功領 那OK 對不對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一般平民 我還要照顧你 不要開玩笑 現在的軍事 所以我看到海軍 有些說 BNO 可能因為 Potential Connection with China 最近好像 拒絕了某些 警察的申請 我現在也在了解 跟MOD 我想 理由也很簡單 我想 那件事也很簡單 就是如果很可能 有根治衝突 那麼 那個暗中國籍 是真的 一個麻煩 對軍事來說 是事實 我想 不是不想 香港人重軍 是因為中國 這個暗聯繫 加上國安法 再加上這個 可能戰爭的形勢 所以 要作出一個 這麼 無可外何的決定 OK 就是怕你可能 家人被 中國威脅 然後說 影響你的 指揮決定 我沒有這個 了解 但是我覺得 就是戰爭 不是遙遠 這件事 告訴大家 中國是一班 很魯莽的人 一班沒有魯莽的人 一個魯莽的領導人 去控制 一個核武器 人類歷史 最大的威脅 很多人說 當年 特朗普 我住的紅色 就是很大的威脅 I don't think so 大家 後來就 意識到 特朗普 其實對戰爭 很小心 差不多 我猜 他是近年 二次大戰 就是很少 不動武的總統之一 他真的很少 他從不動武 他要解決北韓 以北韓的策頭 或者中東那班 跟以色列爭拗 那些細手 全部用把口來解決 用談判來解決 這個人真是 特朗普 他敢認第二 沒有人敢認第二 是McDillan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很明顯拜登不是這個 而我覺得習近平拿著核武的制 才是全世界最大的危險 這個就是我今天 這一集我想說的 第一節到這裡 第二節 今天三節 第三節 我會講美國的生法 就是國會現在審議的生法 第二節 我在初步思考 但是第二節都是加速新聞 我現在就講到這裡